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久后 太郡凭借着吴助理的财产明细情况等资料 掌握了吴助理的命门 他想将吴助理变为有用的牌 另一边吴助理面对宋长官的施压 两面不讨好的他选择准备出国 宋长官得知后迅速发布禁令 与此同时到京查到了吴助理账户的特殊点 叫三营银行 善英知道后没有将资料和太郡共享就出了门 原来三营老板竟然是善英父亲 回到本集 善英去见父亲 把查的三个资金户头给他看 问他这笔钱的处处 江富表示知道 善英不禁愤怒地问 他知道这些钱都是谁的 拿去干嘛了吗 但江富表示 因为有这样的钱存在自己的银行 自己才有钱抚养一家人 善英觉得江富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 自己和母亲没有父亲也过得很好 但父亲告诉他 成为议员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做到的 推荐他的人是跟在他父亲的面子上才这样做的 没想到 我们的女主善英竟然还是个白富美 另一边 宋长官也向泰俊传达了同样的消息 让泰俊有些不知所措 他打电话给善英 善英没有接 宋长官的手下告诉他吴助理逃跑了 他吩咐手下把活的吴助理带到自己面前 泰俊垫至尹助理 让他转告忠烈盯紧大检察厅那边的情况 要在宋长官的人前面找到吴助理 不久 尹助理找到道经 问他借名账户的事情查得如何 道经说还没有消息 事实上是怕影响到善英 泰俊回到议员室 尹助理告诉他 要公开吴助理的账户才能找到他 但泰俊说吴助理的账户在三营银行 尹助理意识到这是江富的银行 而因此 道经向自己隐瞒了借名账户的真相 其实国税厅已经将借名账户资料发给了善英议员 另一边 李助理找到善英 善英不知道该向泰俊说什么 李助理决定自己去找江富处理掉银行内部资料 而让善英不要对泰俊透露此事 最起码要在马上到来的总选中当选连任议员才行 此时 咱可怜的吴助理躲在一个小酒店里 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新闻 惶恐不安 另一边 尹助理找到道经 道经联盟把资料收好 他们俩出去聊天 道经表示李助理说这份资料不能公开 但这样不公开资料应该不是善英想要的 尹助理觉得公开不公开是道经的事情 他们作为辅佐官都会尽力去保护议员 与此同时 善英跟泰俊会面 泰俊表示仍然相信善英 善英却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因为自己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当上议员的 泰俊让他不要怀疑自己 善良英却知道父亲在背后出了力 两人相拥 善英想重新停自己的力量开始 善英找到江富 去跟他告别 江富让他不要意气用事 善英不打算走父亲为自己铺好的路 要走自己的路 哪怕摔倒 满身泥泞 善英要到京准备公开无助理的借名账户仪式 并将此事引到宋长官身上 善英发表完讲话后被记者包围 他向记者声明了无助理老婆的账户问题 并表示了对检察厅能否公正调查的担心 他承认三营银行是父亲的银行 他知道宋长官肯定会出手 让尹助理准备应对 宋长官那边出门时 又遭到记者们的包围 他声称都是无助理的过错 自己会彻查到底 无助理看到宋长官的讲话 非常愤怒 此时的罪魁祸首宋长官 在车里表达了对泰俊的愤怒 并吩咐中续把善英和江富的资料曝光给媒体 泰俊终于接到无助理的求救电话 他记下了地址 善英议员是李 大家正在忙着应付记者们打来的电话 李助理回到了议员室 知道了记者会的事情是到京办的 不禁很生气 他觉得这件事可以延期 但善英回到议员室 告诉李助理 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因为宋长官一直都知道自己的弱点 会想办法不让自己参选 所以不能给宋长官时间 尽快解决这个案子 李助理知道宋长官会拿三营银行的事情做文章 自己会强调宋长官涉嫌金钱贿赂的事情 另一边 太郡把地址留给尹助理 就去找吴助理了 此时 程会长和宋长官会面 他们都知道 只抛出吴助理这次的事情也了断步了 所以宋老官想把江副作为调查参考人 但程会长觉得抛出一个下面的部长就行 他对宋长官的反应很不满 威胁了宋总官一番 果然小人们都是同而不和呀 吴助理终于等到了太郡 他叫太郡涂苦水 太郡也劝他说出所有的事情 自己已经把地址告诉检察厅了 所以吴助理只有20分钟的时间 太郡拨动了善英的电话 吴助理开始一五一十的交代 宋长官为了阻止对永日集团秘密资金的调查 作为代价拿了很多无记名债权 还把这些债权分成了小块 通过海外洗钱购买了不动产 有部分对象到了借名账户里 用来做宋长官和程会长的运营资金 吴助理只知道总资金大概有320亿左右 每次都是吴助理亲手做的 没有证据来起诉宋长官他们 此时尹助理通知他们检察厅的人 5分钟左右到 楼下响起了警笛声 这下吴助理是真的无助了 他想逃跑 太郡告诉他 如果此时逃掉 就再也见不到家人了 只有击败宋长官 他才有可能减轻罪行 另一边 中续告诉宋长官 吴助理已经被徐检察官控制住 尹助理告知太郡成会长的行程 太郡追程成会长那里约他谈话 本来成会长不屑于跟他见面 但太郡说 要告诉他宋长官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吴助理被带回宋长官身边 吓得不轻 他脱去外面的衣裤 等着惩罚 宋长官让他去检察厅 说明秘密资金都是成会长的 如果他照做 妻女会得到照顾 只会被判两三年 出来后 宋长官可能就会成为总统了 到时候 随便给他安排位置都行 宋长官吩咐许检察官 给成会长下大补令 吴助理在穿衣服的时候 顺手拿起自己的手机 他的手机一直处于通话状态 派骏给成会长听到 正是宋长官和吴助理的对话 宋长官借此机会 洗清自己身上的污垢 成会长感慨 宋长官居然反咬自己一口 派骏说出自己的目的 成会长说 会考虑一下 电视新闻里播放了三营银行的事情 牵扯到善英 善英让李助理安排记者会 自己向公众解释此事 而江富这边已经开始删除数据 善英宣布如果自己设计非法会选 会接受相应的惩罚 李助理让尹助理转告泰骏 要加快速度 不然善英这边可能会先出事 许检察官将吴助理的手机 拿给宋长官看 原来吴助理跟宋长官讲话时 一直保持跟泰骏通话 成会长已经联系了检察厅 尤其是那些反腐败部门的检察官 宋长官让许检察官 马上去查他们会面的地点 宋长官给吴助理的女儿程雅打电话 并对吴助理说成雅想回韩国 等他与女儿通话结束后 拿起文件扔向吴助理的脸 威胁他说 他有办法让吴助理的妻女回不了国 吴助理联盟下跪求饶 宋主管不以为然 毕竟吴助理才耍过花招 另一边 泰骏认为宋长官把政治圈弄了一团泥泞 宋长官觉得 当初泰骏为了上位还不是像个小鸟一样 在自己面前砸把着嘴巴 泰骏表明了自己走到底的决心 善英接到江副的电话约见 与此同时 宋长官知道了成会长的会面地点 连忙赶过去 成会长约的人担心调查 宋长官会有不好的影响 成会长加以利益诱惑 许诺以后让他当法务部长官 宋长官到来 让其他人都出去 单独跟成会长谈话 两人发生了争承 因为成会长一直把宋长官当成下属 宋长官很不满 他觉得自己帮成会长处理了很多事情 比如教唆杀人 这些被害者包括崔某 高助理和李代表 自己是为了成会长才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只有自己还坐在法务部长官的位置上 成会长才能得到赦免 而成会长的降唆杀人嫌疑 是没有处理实相限制的 宋长官表示会逮捕三元银行行长 下一个就是成会长 让成会长好好配合 成会长坐到车里 对下属说 宋长官好像知道所有的事情 而且好像还有证据 成会长决定按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另一边 太郡告诉尹助理 成会长和宋长官之间已经出现裂痕 尹助理告诉他 扇英那边的情况不容乐观 此时成会长打电话给太郡 让他过去 扇英见到父亲 江富想跟他吃顿饭 但扇英不愿意 江富正准备说点什么 许检察官去来逮捕他了 江富对扇英说 下次有机会再一起吃饭 宋长官开了记者招待会 态度非常亲民 记者问他是否知道吴助理的事情 宋长官把吴助理塑造成一个女儿控的形象 因为女儿上大学才贪污的 自己忽略了吴助理的需求 他向记者表示 虽然是自己的人接受调查 也要调查到底 电视里播放了吴助理的新闻 吴助理一个人呈下了所有罪名 而记者提起永日集团的事情是 宋长官也表示会彻查此事 这时成会长来到会场 约他去看一样有趣的东西 宋长官想拒绝 但成会长坚持一起前往 泰骏将车停到与成会长的约定地点 刚拨通善英的电话就遭到袭击 在场的十几个蒙面人 手持钢棍向他发起了攻击 成会长宋长官到了该地点 在车里看着泰骏被打倒在地 成会长说泰骏是毒蛇 要马上处理掉 于是有人拿出尖刀刺向泰骏的腹部 成会长用这样的方法 把自己和宋长官继续捆在一起 在下一集中 泰骏被车撞晕过去后 善英发现联系不上泰骏了 得知消息后立马将泰骏送到急救科 宋长官合成会长狼狈围巾 将催检察官的职位也撤了 现在只剩下善英还在苦苦挣扎 在如此危机之际 善英想起父亲给自己的话 里面似乎有着深意 他迅速赶往母亲墓地 发现了至关重要的资料 此时泰骏也醒了过来 一场大反击即将开始了 马上就要大结局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 请点赞关注吧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